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王毅则贡献了七次篮网得分 尿一文更是撑起了球队在二号位的进攻 不过 主攻位置上的重会表现不太理想 首发出场的他只拿到一分 没有发挥出自己的正常水准 今年的世界女排联赛 吴孟杰没有进入中国女排的参赛大名单 但是在王云露的表现出现起伏之际 由吴孟杰来打李盈盈对角的呼声非常高 因此 大运会对于吴孟杰来讲 是证明自己的一个好机会 如果能在这项赛事中达出令人信服的表现 接下来的奥运资格赛和亚运会 他将有机会进入国家队 首场对阵实力不俗的德国队 吴孟杰开局慢热 首局他的表现并不算十分出色 中国女排也以11比25的悬殊比分先丢一局 不过 吴孟杰在场上的自我调整能力非常强 随着比赛的进行 他逐渐找到了自己的进攻节奏 进入第二局之后 吴孟杰开始火力全开 多次打出抄手进攻 德国队的篮网在他面前形同虚设 中国女排能联赢三局逆转对手 吴孟杰是球队的主要功臣 数据不会说谎 四局比赛下来 吴孟杰在进攻端33扣17中 扣球成功率超过了50% 并且还有两次发球得分 中国女排在主攻位置上有着人员上的需求 尤其是在朱婷能否回归还不确定的情况下 有着小朱婷之称的吴孟杰 有机会打动蔡斌指导 在国家队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除了吴孟杰大放异彩 接应位置上妙一文的表现同样步伐亮点 四局比赛 谋一文21口11中 并且有两次篮网得分 他以一己之力撑起了球队在2号位的进攻 中国女排目前在接应位置上比较缺人 今年的世界女排联赛 主力接应龚翔宇的状态起伏不定 替补接应正义心 虽然在两点换三点时不发亮点 但是一旦受到对手的重点拦网 其身高上的短板就会暴露出来 中国女排的进攻 主要还是集中在4号位 始终无法形成两翼齐飞的效果 尤其文如果能延续这种表现 他有望缓解中国女排在2号位人才短缺的现状 四局贡献7次拦网得分的高益 也是中国女排逆转德国的主要功臣 面对实力不俗的德国队 高益在往前形成了一道屏障 对手的进攻很难突破他的拦网手 中国女排在网口建立了巨大的优势 今年的世界女排联赛 高益虽然出场时间不是很多 但是在有限的上场时间里 高益抓住了机会 尤其是在对阵美国队的比赛中 高益扮演了骑兵的角色 在拦网端展现出了不错的竞技状态 如今在大运会赛场 高益的篮网又成为了中国女排制胜的法宝 尽管暂时还无法撼动袁新月和王元院的主力位置 但是在第三复攻的竞争中 高益已经领先了一个身位 之所以说 中国女排首战告捷 仍然游戏有忧 是因为在吴孟杰 尿一文 高益表现出色的同时 众会的状态却比较低迷 无论是进攻 篮网 还是发球 一传和防守 仲会都没有打出正常水准 最终只交出了六扣一中的成绩单 赵勇指导 只能提前将其换下 仲会参加了今年的世界女排联赛 但是出场机会寥寥无几 仅有的几次登场 表现也平平无奇 没有太多亮点 如今来到大运会赛场 仲会依然没有打出在联赛时的水准 如果不能尽快找到状态 接下来的奥运资格赛和亚运会 众会进入国家队的前景 将不太乐观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订阅收藏